好那我的策略是这样 就是说 其实我想 我现在比较跟商业媒体写稿 因为我觉得我要跟那个 就是不同话的对话 你看商中是什么杂志 就是不断的教你 你要努力就会成功 你要念书就会变博士 你只要会赚钱 你就会买豪宅 就是自由经济那一派 可是 可是你要知道 这个社会不是自由经济那一派 就是很多结构性的问题 对不对 我就是家里穷 我就是只能念到小学 那你叫我怎么办 对不对 就是很多结构性问题要去改变 所以我想要去跟那些人对话 对 让那些人知道成功不是只有 我会买豪宅 然后我会怎样才叫做成功 成功很多定义嘛 对不对 就像我以前赚很多钱 你现在赚很少钱 可是你会觉得你现在比较不成功吗 不会 那有记者是当记者要有什么特质 就是没有什么特质 就是喜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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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喜欢很多事 他刚刚早上还有那个高雄市某局长打电话给我 我同学 你要不要来我这里上班啊 薪水怎样怎样怎样 老师骂政府也不是办法啊 你就来坐看看嘛 就说没有 我还是觉得应该要 还是应该要骂骂政府嘛 对不对 政府就是该骂 没有我就这样跟他讲 就说你真的会喜欢 喜欢一些事情 他开给你的叫码很高 就这段日子不但有你 会叫你来上班啊 干嘛 他叫我去上班 我说那我要干嘛 他说 你就把那个环保团体摆平就好了 这个太难了 他说我不会 你除了薪水外还可以接接案子啊 听起来真的是觉得 我快要买地宝了那样 就是你会喜欢很多事 你会喜欢跟人家讲话 主动讲话 你会喜欢事情被改变 可是你 生活中间会充满很多不安定 比如说你会认识很多人 可是你会发现过年的时候 电话怎么都没有响 没有人找你去唱歌 没有人找你去什么 去武林楼场看花 觉得你的朋友会很少 为什么 因为你的时间都跟人家不一样 人家找你去唱歌 哦 我要写稿 下次再找你 哦 我要写稿 第三次就没有人会找你了 所以要当记者的朋友要注意哦 就是不要就一直工作 那你到后来就会 朋友就会很少 哦 要注意 朋友很重要 哦 所以不要一直工作 这样 对 我会很有钱 可是你也会饿死的哦 我也会穿平白的衣服 老师 请问一下 如果我打电话给你说 那我们出来去拿你爸爸山好吗 你会来 我会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你不是朋友很少 你是不接受朋友 OK 我的想法是这样 不是你的朋友很少 是有人想跟你做朋友 但是你有自己的具线 你不想跟他太高 其实对 你讲的对 这是其中一个理由 就是说其实你当记者 好像当记者久了 你就会变得很孤僻 你知道吗 孤僻一方面就是说 你已经习惯 不要跟那个人太接近 这样讲怪怪的 可是你无形中 就会养成一些这种习惯 其实问题是 其实是时间少吧 时间少也是一个 但是 可是那个习惯 有时候也会养成 你不要叫我去爬山 我去公园走一走 半小时就爬山 我就会说好 OK 好 我的感觉是 你的朋友不应该少 但是可能是 我刚一问你 你马上说不会 所以你的心态上 你就觉得说 嗯 可能 对 可是你会觉得去 我的意思是说 你想要有朋友 所以你刚会有那样的话 但是当人家邀请你的时候 你会马上又讲出另外一个话 这个 这可能要深入讨论一下 因为我 没关系 没关系 我只是跟你 我基本上是这样 给你做一个这个 对 给你一个想法 而且你会觉得去唱歌 好浪费时间 你就会觉得这样 去公园走一走就好了 可是我觉得它是一个成就感很高的工作 就像前面不是有一个医生 他去做医美 你这边要打一点玻尿酸 我这边搭一下皮 他也是感激你 女人只要美丽的话 他不会感激你 对 很多医生就是 但是做医美医生就是这样被 被睡了 等下你可以让他增加信心 什么什么的 可是那成就感真的不一样 真的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 其实特别是 我觉得每个记者都应该 以当独立记者为目标 你的成就感真的会很高 比如说像以前你在报社写稿 其实我发现 这样讲个比 举个例子 其实后来我有部落格之后 就有点建议 我说你可以把一间 那里的话写稿子都放上去 我真的有这样想 我就回去 一片一片的找 我发现能够放上部落格文章 太少了 因为以前大概 十年来都没有把话讲清楚 都没有一天把 真的也真的 感触很深 然后你如果在报社上班呢 或者在媒体上班 你每天就会 接到很多 对你的记者养成 没有用的工作 比如说某人 某人骂 某个记者写一篇稿子骂了 摩甲骂乙 然后那个摩乙 刚好是你的管辖范围 报社就说 那你去问摩乙 摩甲骂他 他会回什么 所以隔天打开报社就会 甲骂乙 王八蛋 乙骂甲王八蛋 就两个人骂来骂去 那这些对你工作养成 是没有意义的 配稿啊 或是什么什么 这些都没有意义的 这就是传统新闻啊 新闻就是这样子 对对对 新闻不是这样 是被我们做坏了 要纠正 所以就是说 你在报社带花 还有很大的时间 你要去把这个事情 跟你的长官讲 那他怎么讲 他又听不懂 那你就一直跟他讲 他又一直听不懂 然后 就是每天你会很lousy 就是你会处理很多 那种很奇怪的事 不然就是半夜 像抹报 就常常叫我们 十二点回去开会 半夜喔 那开完会就说 我们要不要去吃个 什么麻辣火锅 那吃到四点回家 那我就想说 那你叫这个记者 几点起床呢 所以你就会发现 我以前写过篇文章就说 像这些报社他就会觉得 他的失败是苹果日报造成的 那其实我觉得是你 是你自己造成 你如果有机会跟 各大报的记者在一起 就会发现苹果日报的记者 十二点就在报稿 就会跟他长官说 今天有什么稿 可是如果是联合中时的记者 他就是三点半 长官才会扣他 而且还睡眼轻松 今天有什么事啊 你就觉得他刚睡醒 那个长官一刚睡醒 所以即使在竞争 这么激烈的状况之下 那个摩吉报的长官 还是睡到 摩吉报的记者 还是睡到十二点 那长官睡更 我们睡到三点 皮股日报 为什么十二点 就给报告 因为他早上就在工作 你们下次做一下 这个每个媒体的 那个奇妙的地方 你就可以知道 他那个报纸的成功 为什么成功 为什么失败 他有时候就是被自己打败的 讲到什么 讲到什么批评的 那么多报 好 就说他 我觉得他是一个成就感很高的东西 那我现在写的东西 基本上都是没有浪费的 反白表就是这样 我现在每做一件事情 没写个稿 我认为他都没有被浪费 都是我真的想去的 我真的想去采访 我真的想写 都没有被浪费 你的养成就会很快 那有人就会说 你现在好像有点厉害 那都是因为你以前 在暴胜 喝到你的海水展开 那其实我回想起来 我真的成长最多的是 做独立媒体这四年 当然不能否认过去那些基本功 对 可是你真正 比较大的成长是这四年 所以有人问我说 你到底要从 像你们这么年轻 你要从独立媒体开始做呢 还是要先去组合媒体做 其实现在环境都不一样 我都知道 能够像我这样过去 在报社好七八年 环保都没被换线 那很少 现在没有这种情况 就是你跑两年 就叫你换线 你经营的线就会不见 你就不断的适应 目的合适 可是我觉得当记者人 都要警觉 目的合适 目的合适 很多种 他会觉得说 一个记者跑个线久 可能就会贫掉 或者是你跟 你跑金融 你就不断的买了一家公司的股票 很多很多很多 很多这样子 他要切断你的 就像警察不能在一个住在所 住在所怎么讲日文的 在一个派出所 待很久 他换钱 因为你就会有一些纠葛 对 那其实长久来看 像你这么年轻 你现在跑线 等到你四十岁的时候 你还是跟年轻记者一样 薪水又比较贵 我干嘛要用你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每个记者都要有 自觉 自觉就是说 里面要陆路抱生的模型 像我那边有时候看到那个 开 开 就年纪比较大的记者 他在 跑何能的时候 然后长官就叫他说 你赶快去问一下那个艺人静啊 你赶快去问一下柯仪正啊 问名人对反而有什么意见啊 他就会觉得说 搞什么鬼 反而议题最重要的不是艺人说什么吗 对不对 是你要把那种能源结构讲清楚 可是因为他在报社上班 所以他就只能被指示说 你要去问柯仪正啊 去问一下谁谁谁啊 林志玲啊 有林志玲的手机才有鬼 怎么问到林志玲 就是说你会被做一些这种事 我以前就很假薄很大 就是说媒体的未来 我要等一下等一下 后来我就学聪明了 媒体未来干我什么事 我可能过几年要退休了 请各位接下去 接下去讲媒体的故事 怎么没有人有反应 这样会不会太偷懒了 好 好 我好像脚 我脚完了 好 你看这张是在贴这一张 这张跟这一张 中间有那个时差 就是麻烦 我昨天晚上在看HPL有个片子 他就说 太阳爆炸的时候 地球要8分钟才会吃饭 所以当太阳爆炸的时候 中间还有8分钟 你会觉得很温柔 所以这个媒体的未来 就要看你们 如何把那个8分钟延长 这样 让他光明可以长 你们在讲什么 好 有什么问题 有没有人要问我赚多少钱 欸 我有 对